这绝对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 向宝宝不慎掉入深坑中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 向妈妈不顾一切跪在深坑里 给向宝宝哺入 这一跪就是几天几夜 震撼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感动流泪 此时的向妈妈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工作人员紧急实施救援 不过用重型吊机将向妈妈吊上来后 虚弱的向妈妈竟然毫无反应 向宝宝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悲惨地嘶吼她 试图叫醒自己的母亲 就在这危机关头 医生给向妈妈赶紧打了一针肾上线索 但遗憾的是 向妈妈最终还是停止了心跳 不过工作人员并没有放弃 他们全力地给大象做起了心肺复苏 爬到大象背上 双手双脚并用使劲按压 然而几分钟过去 向妈妈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似乎能觉察到妈妈正离自己而去 深坑中的向宝宝 变得更加躁动不安 突然 她疯狂地会动四肢往上爬 竟然奇迹般逃出了深坑 紧接着她依偎在妈妈身边 不停地呼唤 小雨中这一幕显得更加凄惨 不过黑衣服大哥仍然在坚持 他始终不愿放弃这位伟大母亲 也许是大哥的善良和想象的呼唤感动了上天 奇迹终于发生了 向妈妈最终站了起来 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工作人员激动得泪流满面 大象母子最终回归了森林 这个结局实在令人欣慰 让我们为伟大的母爱点赞 也为救援人员的善良点赞 这绝对是人世间最伟大